妈 小刘说来看看你 阿姨好 这就是咱儿子吧 哎呀 果然是一表人才啊 叫爸 妈准备结婚了 你爸那边有个项目呢 存十万可以免费旅游 我们准备动一 而且啊 在我们银行存到二十万 还能获得本上广房资格呢 妈 你那来脑啊 这不明显的诈骗吗 我们都是养老健康看过 孩子 爸妈都是为了你啊 那投资合同能够我看得到 这个 属于机密 你得存着钱才能看 根据我国商业银行吧 设立商业银行 您当今博物业银行业监督管制 几个审查批准 您有相关职业资格证吗 爸 儿子怎么不怒逼人呢 别理解 他那是职业店 别以为你学了两年法 就啥都懂 男儿子 是律师 李一 我还有点事 就不耽误您跟张先生团聚 跟我走一趟 哦 对 忘了说 他是职业 老板一两 一两流入面加个蛋 这个月开始 房租涨两千 老房东升前承诺我们 永不涨租的 我爸人都没了 他说话算个屁 可是 我们签了合同的 一 合同主体去世后 这个合同就终止了 得跟新的全年签 哎 还是张律师名是李啊 赶紧给我签了 但是 你爸升前全是你姐的签 根据计程法来讲 这房子还非地是你的 你个老子等着 这条动作废了 王八蛋 你爸刚走你就来掌桌 我是学法的 再来介绍我妈 我跟你没完 妈 你别害怕 我给你警告过他 哎你误会了 他不是 妈 我马上就是真正的律师了 真的呀 不错不错 下一个 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我叫小文 毕业于四川大学 连续三年获得了国家级奖学金 张律 你还有什么专业上的问题要问吗 没有 下一个 你为什么不问我问你 我从你自我介绍里得不到任何一个 谢谢 是因为昨天的事针对我吗 那我问你 为什么会存在VIE价格 搭建VIE价格的目的是什么 我是针对你 但我针对的是你的 我实习期不要工资 你被录取了 妈 果然吃什么 那就吃红烧肉吧 你怎么造假 老子的房子想来就来咯 你这是私爽民宅 我来就是通知你们 两天内给我滚出去 这合同不是还有半年才到期吗 那我不管 房子我已经卖出去了 买卖不破租立 就算你把房子买了 合同期内我还是能出去 张大律师 你去跟新房东说 我只管收钱 卖房子有经我们同意吗 我买自己的房子 他需要收求你的意见 明把点规定 租客在房东卖房时有优先购买 除非我们自愿放弃 否则你和第三人的签约就无效 行啊 人家出价两百万 你买得起吗 嗯 哎 哼 学法律有个屁用 买 爸 买房的钱我出 还你手机给我 都怪我不争气 明天宰下钱孝敬你了 哎 好了 两百万 爸 你哪来的钱 我在网上给你借的 哦 你 我可以吃了 我可以吃了 我可以吃了